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山二院集體癌事件 挖出更大的瓜 創紀錄 危險!38艘中國艦船直奔這裡 蓋個拉挺中國民運 滿足像習這樣的獨裁者 戰略愚蠢 道德有錯 佛山展會無客流 數百參展商遊行高喊退錢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12日星期天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下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山二院集體癌事件 挖出更大的瓜 近日 中山大學孫益仙紀念醫院 即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肿瘤中心實驗室內 因多人患癌 繼而實驗室第二天被拆除而陷入輿論漩渦 中山二院蘇世成 蘇安 蘇冯熙 宋爾衛 宋世健教授 腫瘤團隊 被曝出有相互學術抱團 權力壟斷並涉嫌利益輸送的問題 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據《全副日記》發文說 爆料圖片顯示 有人發布信息稱 中山二院蘇世成的學生集體患癌 還有消息稱 今年乳癌那邊六個學生患癌 有個還是一線癌肝轉移 另有消息稱 三個博士一個博士後都小於30歲 全是罕見性 作者強調 我只說一個事實 這個事實就是 存在一篇中山醫院醫區論文 作文列表的最後一位是蘇世成 作者列表的第二位是中山大學孫一仙紀念醫院宋爾衛院士的兒子 這位兒子的單位是廣東省實驗中學 於是 作者簡單地查了一下蘇家和宋家的關係 沒想到關係還真不一般 互幫互助程度簡直令人嘆為觀止 宋爾衛的導師是蘇冯熙 蘇冯熙的侄子是蘇世成 蘇世成的導師是宋爾衛 蘇冯熙的兒子是蘇安 宋爾衛的兒子是宋世健 這關係能履清嗎 蘇宋兩家隨乳交融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這是不是學術的盡心繁殖 是不是學法家族聯盟 希望剩下的學生能有好結果 也希望患癌的學生能好起來 更希望大家都關注他們 如果每個單位都這樣挖 會怎麼樣? 這是個案 還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知道 創紀錄 危險 38艘中國船艦直奔這裡 菲律賓指控中國海警昨天在南海採取危險行動 並發射高壓水柱 攔截阻撓飛船赴仁愛暗沙運捕 飛國海巡隊今天表示 中方這次在仁愛暗沙附近部署38艘船 總數創下新記錄 馬尼拉當局昨天發表聲明 譴責中國對菲律賓赴仁愛暗沙運捕船隻 再次採取無端脅迫與危險舉措 中國海警船還向飛防補給船發射高壓水柱 試圖迫使飛船改變航道 但未成功 菲律賓海巡隊今天召開記者會 說明事件經過 海巡隊西菲律賓海發言人塔瑞耶拉說 中方這次出動5艘海警船和6艘民兵船採取危險行動 攔阻飛船補給任務 他表示 如果你問艾遊銀礁附近有多少中國船隻 我想公道地說 這是歷來最多的 因為我們記錄到38艘船 塔瑞耶拉說 他們透過船舶自動識別系統 監測到12艘中國海上民兵船 肉眼觀察到16艘民兵船 另外 北京還部署了5艘海警船和5艘海軍艦艇 他表示 雖然中方部署38艘船艦 其中11艘實際參與攔截菲律賓海巡船和補給船 但飛國海巡船突破重圍 駛入距仁愛暗沙僅0.09海里處 是護送補給船以來距仁愛暗沙最近的距離 中央社提問 為何飛國海巡船這次能駛入距仁愛暗沙這麼近的距離? 塔瑞伊拉說 某種程度上 過去多次的運捕經驗 讓飛國海巡隊員技巧更加娴熟 讓他們比中國海警和海上民兵技高一籌 得以如此接近仁愛暗沙 菲律賓 中國 臺灣 馬來西亞 文萊 越南和印尼等國在南海存在主權爭議 馬尼拉當局於1999年刻意將二戰時期的登陸艦馬德雷山號隔潛在仁愛暗沙 並派兵駐守 藉以主張實際控制 因此需定期運送補給與駐軍輪替 北京頻頻阻撓飛方赴仁愛暗沙運捕 使此處近日成為南海衝突熱點之一 蓋格拉挺中國民運 滿足像習這樣的獨裁者 戰略愚蠢 道德有錯 美國聯邦眾議院 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蓋格拉 11月11日在鞠金山與中國民運人士會晤時表示 美國商界將花錢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共進晚餐是個笑柄 滿足這樣的獨裁者不僅道德上有錯 戰略上也很愚蠢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登場 中國民運人士王丹 王軍濤 魏京生 11日在鞠金山發起中國國事會議平臺 呼籲中共結束暴政 創建民主中國 蓋格拉應邀出席活動 中央社報導 蓋格拉批評 花費4萬美元 為了和習近平吃頓晚餐 對話要怎麼進行?是要談菲利牛排不夠嫩 還是中國關押百萬維吾爾穆斯林? 美中是競爭關係還是敵對關係?蓋格拉回應 中共是自由的敵人 我們的敵人不是中國人 是共產黨 是黨的領導階層 他還說 中共國打造全球最強海軍軍力 企圖入侵或封鎖台灣 許多華府的中共國觀察家認為 台海可能是21世紀最重要戰場 其實這並非中共真正的想法 習近平的想法是 戰爭已開始 稱之為認知作戰 打心理戰術 佛山展會無客流 數百參展商遊行高喊退錢 11月9日傳出視頻顯示 廣東佛山市譚州國際會展中心內 有數百參展商在遊行抗議 大喊退錢 網絡消息稱 因為展會無客流 參加五金基電展會的參展商發起示威 抗議主辦方虛假宣傳 要求退錢 佛山譚州國際會展中心官網顯示 11月9日至11日 有三個展會同時進行 包括廣東佛山五金基電博覽會 中國南方暖通空調 通風 智冷及冷鏈產業低碳展覽會 廣東五金基電即泵與電機博覽會 11月9日是展會第一天 佛山五金基電博覽會的官網目前已被關閉 網頁顯示 該站點已經被管理員停止運行 此前 展會宣傳廣告宣稱 展會期間 你邀請參會嘉賓 專業觀眾及參展客商幾萬人 總參觀人數預計不低於10萬人次 山西太原光伏展會的參觀人數也不理想 大批參展商戶在空曠的展廳走廊上遊行抗議 大喊騙子 退錢等口號 後續視頻顯示 抗議的商戶和主辦方一度發生肢體衝突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acres膽後大家支持 請不吝一聲 第一聲 這是呢 開啟 開啟